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师大霸华王喀玛霸 敬礼 图灯达吉上师 敬礼 父母祖尊 大尊提佛母 敬礼 谈诚三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我们今天的贵宾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郑培福先生 南投县立法委员 汤佛信先生 民进党大台南市党部主委 蔡旺前议员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副主委 许惠毅议员 国立成功大学奠基系教授 王敬礼 国立中正大学奠基系特兵教授 王敬贤博士及夫人 林世珍 女士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奠基系教授 王业纯博士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奠基系教授 林孟燕博士及夫人 陈崇尧 女士 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 助理教授 高明鸿博士 屏东大人科技大学 兼任助理教授 叶淑文教育博士 国立清华大学 李毅伦博士及夫人 王先订阅文教授 塞 regularly在案子上 杰麻生 周金水先生及夫人 神哲霞 女士 戳坪尹kapital50 翼草 冰布寅 奥昂先生及夫人 杭淑斐寅 杰淫 tongues � muốn 杨淑 台中湘法蕾藏士所属大福里里长季国华先生 洪歌星新隆先生 他在 5月10号他发行新的专辑 就是专辑的标题就是 我就是爱 爱 is love 因为你5月10号发行新的专辑 我们5月10几号有法会吗 5月11号星期六有法会 那就请你这个在我们雷藏市 摆一个摊子卖你的专辑 11号记得一定要来 然后你的这个摊子摆出来 我们每人给你买一片 另外我就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就是爱呢 我就是爱是孙 这个让我这个心如小兔乱窗 心中有小鹿在乱窗 你爱我 我的天啊 同性念啊 谢谢 我们雷藏市那个那天给他摆一个桌子吧 5月11号 让他卖他的专辑 师尊也要买一片了 师尊也要买一片 我是真的很好奇 我就是爱师尊 到底是什么爱吧 我会听一听啊 我就是爱师尊 看看有没有那条歌 一定没有的 三个三个 请你坐下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制作人徐亚奇师姐 六组谈经密中道次第广论 制作人连夜上司 主持人佩军师姐 My sister 入圣梅女士 My three sister 入国瑜女士 及husband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这个整体佛母 附魔法会这些一晚 这个就晴天了 现在呢 我报告一件事情 那么五月十二号 五月十二号 是礼拜天 是三点 在高铁 高速铁路 乌日的会展中心 也就是台中高铁 乌日有一个会展中心 有一个七十仙寿 软寿的庆祝佛洞 是初めて 第一次 前台湾 前省道场 联合起来 为师尊做的活动 欢迎前台湾 以及东南亚等 海外弟子 一起 踊跃参加 踊跃参加 在五月十二日 星期日 在高铁 乌日会展中心 有一个庆祝的活动 希望 弟子们 能够有空参加 谢谢大家 第二个是 这个 常人上师呢 他 制作了 天上圣母的法相 天上圣母的法相 是 那么 常人上师呢 把这个消息呢 就是 灯在 染灯杂志 跟 真火报 你们看 染灯杂志 跟真火报 就知道了 他这个法相呢 就是天上圣母 是立项 站立的 是有点像那个 马靠 马靠 澳门 澳门的那一尊 这个天上圣母 有点像 澳门的那一尊 天上圣母 那么澳门呢 所谓澳门 马靠 就是 马祖的意思 马靠 澳门呢 叫做马靠 他其实 他就是 马祖的意思 他们葡萄牙人 发音不准 所以才叫做 马靠 其实是 马祖 马祖的意思 马祖 那么这尊 法相 他是 要全世界上的人 请购 我们真火中的弟子 也可以请购 那么请购这尊 回去以后呢 就可以供奉起来 就可以修 天上圣母法 我们下个礼拜 有天上圣母的 这个父母法会 天上圣母的 父母法会 是在下个礼拜 然后我们也晓得 天上圣母的 这个生日 也就是在最近 农历三月二十三日 农历三月二十三日 是天上圣母的 这个生日 这一尊呢 有点义卖的性质 有点义卖的性质 他这个 卖了以后呢 他要把钱集中起来 帮助这个基金会 这个做慈善事业的 有义卖的这个性质存在 那么 这一尊 这个天上圣母 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庄严 那请购的地方呢 是在 是在台湾雷上市 是在台湾雷上市 有请购的方法 你们注意 那个染灯杂志 跟真火报 就知道了 这是天上圣母 那今天我们做这个 准提佛母的 附魔法会 那么准提佛母呢 是一尊很伟大的佛母 他的金刚号叫做 最圣金刚 最圣金刚 为什么最圣金刚呢 因为这尊佛母 他有七具体的佛 叫做七具体佛母 他是有七亿 等于七亿的佛 是从这个准提佛母 而出生 那么他的力量 非常的大 他可以当成本尊 也可以当成父法 也可以当成父法 是最圣金刚 和法力 非常的强大的 准提佛母呢 又叫 天人丈夫的佛母 叫天人丈夫佛母 他有好多的称号 那么我们八道本尊当中 就有准提佛母 咒语是 奥 择利择利 尊提说哈 奥择利择利 尊提说哈 他的咒语 那么这一尊呢 尊提佛母呢 他的手印 叫做总词印 你要在佛教里面 开始解手印的时候 开始 第一个手印 就是准提佛母的手印 叫做总词印 那么这一尊呢 也是我绝缘的上师 朴方金刚上师 他的本尊 他的本尊 所以朴方金刚上师 他的这个 士所建起来的士 就叫做总词士 总词士 就是朴方金刚上师的 总词士 那么我有他的法本 就是总词士的所有的法本 都在我那里 我那里都有 那么朴方金刚上师呢 他的总词士 主要是在台北 就是一个岛 叫什么岛 社子岛 社子岛 你们如果有去社子岛 就可以去参访 朴方金刚建起来的总词士 他的总词士是在那里 那么以前呢 他给的法号 就叫 岩 岩满的岩 第一个字都是岩 第一个字都是岩 那么师尊就是叫 岩词 朴方金刚 他有一个师母 他叫做岩 岩呢 是岩望的岩 叫岩 他是岩厌师母 朴方金刚 朴方上师 岩厌师母 那我的法号叫做岩词 是池塘的词 那时候啊 我得到这个法号的时候 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好 我刚好提到 我们的敬武是 马哈双年词 马哈双年词 就是有这个词 这个字 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法号 很妙的一个法号 那么在应顺导师那里 皈依的时候 他给我的法号叫做 这个连燕 不是连燕 慧日备 慧燕 慧燕就是我圣燕的燕 Eco 叫做Eco Eco 就是燕日 日本话叫做Eco 这个 今天突然间天气变得很好 刚刚 这个 殷胜导师给我的 那 乐国法师给我的 叫做 也叫道燕 也是一个燕 道 乐国法师给我的 是道燕 那 师母叫做 道花 道花是很好记的 叫做道灰 道灰 书 一碗 两个半 以前我们常常 师母这个叫道花 另外我们归于道安长老的 道安长老 我也归于道安长老 师母也归于道安长老 那法号呢 师母说忘掉了 他既然忘掉了 当然我也记不起来 这个 准提佛母 一谈到准提佛母 我就想到 当初的时候 我归于 这个 普方上师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 就是这样子念的 记得非常清楚 这一句话 始终在我脑海里面 所以每一次我们做准提佛母 我就想起自己的这个 绝缘上师 普方金刚上师 普方金刚上师 这也是 我很多的结缘上师当中的一位 很多结缘上师 那 这个缘分也很深 因为他的这个 每一次教我法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在美国西雅图 他就是寄他的这个 这个录音 录音带给我 寄他所有的 法的录音带给我 我每一个法都听过 每一个法都听过 所以他也寄给我 这个 很多的这个法本 所以总词室的法本 总词室里面 有很多的法本 他一本一本都印出来 他的 法本的颜色 就是红色的 红色的法本 红色的法本 我们这个 初步的学生 生活中 将来 不要把这个法本 这个有的时候啊 也要印出来 每一个法本 这是属于什么样的法本 这是哪一个法本 就印成一小册一小册 将来有人要修法 就依照那个法本 去修就可以 灌顶后 就可以依照法本修 免得大家再找那个法 再寻找那个法 那这个准提佛母 他有大威潜力 他有专属的法 那时候这个准提佛母法 有整整一本 整整一大本的所有的法 你们注意看师尊的书啊 师尊的书里面有一本 是专门讲准提佛母 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标题 把它列出来 是专门讲准提佛母 哪一本书应该 连吉上师知道吧 那个书名 那个连吉是那个极端的极 那个极 会记得买 你还没记得起了 其实他应该知道的 因为他看了那一本以后 他跟我讲 这一本书里面 是专门讲准提佛母的 那他既然忘了 那师尊的年纪比他大 那当然我也忘了 当然我也是忘了 我大故事我忘了 人见 人见忘了 就是 是真的 真的 人见忘了 就是通通都忘掉 佛家 真的 也是忘掉 这个年纪大 就是有这个毛病 就只有一点忘不掉 这个 谁忘不掉 是师母吗 还是小三 开玩笑的 谈到小三 就跟大家讲吧 有一个男士 把外衣的小三的电话 在手机里面 名称 设定为老兄 设定为老兄 所以每一次小三 来了电话 这个老婆看到了以后 都会讲 赶快 你老兄打电话来 这个男士 接完电话 电话以后就讲 老兄 叫我去一趟 这老婆就很叮咛他 你要努力一点 好好的做 没人的笑 这是小三的笑话 这个我们学佛 我今天跟大家谈学佛 这个学习佛法 其实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惊讶 我们世俗的人 谢修的人 跟学佛的人不同 世俗的人 他有他的执照 所以才称为世俗 邪佛的人 就是要脱离这个素博 这个素博 邪佛的人最主要 就是要把所有的执照 给他放下 那么很简单的讲 按照佛的意思 是这样子讲 不是我的意思 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德 大德的意思 就是善知识的意思 他说我们全世界上的人 大部分都有精神病 都是精神病患 这个整个地球上的人 都是精神病患 邪佛的人 为什么要邪佛 就是要 让我们本身正常一点 事实上 邪佛的人 又没有精神病 还是有精神病患 还是精神病患 只是你精神病患的范围 在世俗人的眼中 还没有超越过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的那一种状态 没有业过去 精神病患就是说 你已经表现出来的全世都是精神病患 什么是精神病患 吃醋是你精神上有了指导 你才会吃醋 其实吃醋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基督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基督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发怒 你愤怒 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你打人 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你严以破坏伤害 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你偏急 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很多的 你过于贪心 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脱窃 强盗 都是精神病的一种 沉 就是愤怒 发火 恶骂 都是精神病的一种 其实我们人 很多的精神病 事实上是这样子 按照佛法里面所讲到 人都有精神病 因为你执着了 你就有精神病 只是云场似的 还没有发作的 就称为正常人 不容易发作的 发作的少少的 就称为正常人 发作的比较少的 没有超过那个范围的 我们超过范围的 都在精神医院里面 现在我们做的 都是 做在这里 都是没有超过这个范围的 但仍然是精神病患 只有一种人 完全脱离精神病的范围 就是他的心 真正的正常 他心没有挂碍 完全没有挂碍 完全没有颠倒 可以这样子讲 他的心一直在禅定之中 非常正常化的 一种禅定之中 不受外界的影响 自己一心不乱 这个是佛讲的正常人 或者我们心神病患 我们 我讲我们 包含师尊 他的脑海里面所想的 一直不停的这样子盘转 就是在分别 分别盘转 你一直在起分别 哪个是善的 哪个是饿的 哪个是香的 哪个是臭的 哪个是黑的 哪个是白的 哪个是正常 哪个是不正常 有这种想念 就已经有正常 就是精神病了 是精神上有问题 那我们协佛最主要呢 就是把我们自己本身的心 变成正常 这个必须要明白你自己的心 跟看见自己的佛性 才算是正常人 在佛讲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修行也就是要明心见性 要正常 否则一般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还是不正常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正常的 只是你的花作的频率 没有像精神病患那样子的 经常的发作 经常的不正常 我们是少少不正常 应该是这样子讲 你们听好 其实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精神病院的病人 对新来的医师讲 医生啊 我们都很喜欢你 觉得你比以前那个医生好多了 这个医生就讲 谢谢你 为什么呢 病人就讲 你看上去跟我们的样子差不多 今天 师尊本身来讲起来 看大家 都跟师尊的样子差不多 师尊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外号 叫做 Crazy Dama King Crazy 就是 精神不正常 轰子 Dama 就是法 King 就是王 轰子 法王 所以我看大家都跟师尊差不多 我们是 这个所有不正常的人当中 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真正的学佛 就是要完全不只早能够禅定 变成你的心 你的念头 完全正常 这个是学佛真正的目的 你到了学佛 你到了学佛能够明心见性 你一切都完全正常了 那你就不是精神病患 或者所有的人都是精神病患的 今天跟大家讲 第41章 洗金刚十大讲授 第二 洗金刚的教授是如实的 在身口意上 都有如实的转变 达到了任意自信 视线种种的变化 变化也是如实的 这个第二项 其实我讲这个是很深 刚刚讲的精神病患 就是在讲这个 洗金刚的教授是很实在的 让你的身体 你的口 你的意念上 都有实在的转变 都是在意念上跟你转变成为正常 那么身体上也是正常 在口上面也是正常 都有达到的任意自信 把你的佛性可以自然的应用 视线种种的变化 变化也是如实的 变化也是实在的 如果学佛 你的身不清净 口不清净 意念上不清净 你就很难有如实的变化 尤其是意念 我告诉你 你所谓批评别人 批评别人 你的脑海里面 就已经在分别了 在分别 哪一个是善 哪一个是恶 哪一个是黑 哪一个是白 哪一个是实 哪一个是虚 都有两言化 二言化的念头在你脑海里面 这是不正常的 佛教导大家 变成把你的 二言化 变成一言化 就是无分别平等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就是平等 你能够没有分别就是平等 才能够禅定 才能够禅定 我以前讲过 谁能够禅定三十分钟 什么都不想 你已经定下来 一心不乱三十分钟 有两位上师 讲说他能够禅定三十分钟 一位就是乐至上师 一位一直点头的 就是连死上师 连死 死不是那个 一个复日头 一个名 不是那个死 而是历史的死 对不对 历史的死 是历史的死 跟着之上师 连死就拼命点头 好像他也能够禅定三十分钟 告诉你 你如果想 我已经禅定三十分钟 就不是禅定 这是如实的答案 你在禅定 你也在计较 我已经禅定几分钟 那哪里算是禅定 我讲说你谁能够禅定三十分钟 你们就挤手说 我禅定三十分钟 连死就拼命点头 我也是 我也是 禅定三十分钟 你只要 你只要有想念 我已经禅定三十分钟 就不是禅定 所谓禅定 是完全 以前一个念头都没有 你要做得到一个念头都没有 非常的难 师尊念高王经 从开始 国王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心 一直从头念到完 其中就有好几个突然的念头会插进来 插波 插波进来 还有 让你想不到的念头插波进来 单单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那个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就有这个很维系 你都不知道的念头产生出来 就有不只有小念头 很维系的念头 甚至很大的念头就产生出来 你念到突然间想到 哎呀 刚刚那个念头是 不对的 我不是在念经 我不是在念高王观世音 我已经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再回转头来重念一遍 连一个几分钟 你都没有办法禅定的 你们讲 我禅定三十分钟 只要讲禅定三十分钟的 就不是禅定 因为在禅定中 完全没有时间的观念 只是概念上 说你已经禅定三十分钟 这可以讲 就是说你出定了以后 你觉得你禅定有超过半个小时 出定了以后 你觉得你禅定有超过一个小时 这个还可以讲 但是能够禅定三十分钟的 已经接近一等级 快要成圣成闲 不容易的 你自己想想看 这样坐下来 这个身体挺直 什么念头都不想 就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做 什么念头都不想 你看看三十分钟 可以吗 如果可以 就是很伟大的 你说我出定 我知道我已经禅定了三十分钟 那是假的 因为禅定里面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你连自己一切都忘了 你的念头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有三十分钟 你只要能够这样子学习定的时候 这一种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算是正常人 你深口意 你都是有如实的变化 可以视线种种的变化 变化也是如此的 我们也有很多的 这个Perviso教授 很多的Dotter在这里 三十分钟 什么都不想 阿弥陀佛 博士能不能做到 我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博士 我只是测量学校毕业的工学士 我是测量工程官 测量学校毕业的 我们同学在这里 朱金水 蔡明寅 都在这里 真的 什么都不想 三十分钟 等到你三十分钟出定 你看表 你几点 几点 其实你看表几点要入定 那看表就是在想念 出定以后再看也是想念 不过你先看表 然后你什么都不想 这个才是正常的心 这是如实的变化 任应自在 视线种种的变化 就在其中 那么第三 喜金刚如果成就 五大金刚 八大明王 虽然修法各有益 但一有同 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从此明白 一也就是多 多也就是一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想 不要说一次就要做三十分钟 一分钟就好 一分钟 一分钟里面你不要想 先什么都坐直 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是一分钟的正常 相当难的 相当难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 男的对你的讲太好了 我期待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你的就讲 我可以反悔吗 男的说不 你甚至想都别想 你 你的问 你爱我吗 男的讲 当然 你的问 你会背叛我吗 男的讲 不会 你怎么会有这一种想法呢 你的问 你能吻我一下吗 男的讲 当然 绝对不是一下 你的问 你有可能打我吗 男的讲 永远不可能 你的问 我能相信你吗 这个 结婚以后 就要往上 往回念 往回念 我念给你听 你的问 我能相信你吗 男的讲 永远不可能 你的问 你有可能打我吗 男的讲 当然 当然 绝对不是一下 你的问 你能吻我一下吗 男的回答 不会 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你的问 你会背叛我吗 男的回答 当然 你的问 你爱我吗 男的讲 不 你甚至想都别想 你的问 我可以反悔吗 男的 讲 太好了 我期待 这一天 终于来临 结婚以前 是这样 结婚以后 是那个样 人 是变来变去的 他本身 有变化的 你的脑海里面 是不是变来变去 你们大家的脑海 是不是变来变去 事实上 我们人的脑海 是变来变去的 是变来变去的 没有定在 所谓的一心不乱上面 你什么时候一心不乱 你一心不乱 就不可能变 你不受外面的影响 就不可能变 这个始终心保持着正常的状态 民心践性以后才有可能 所以呢 很多以前 我以前相信这个上师 好相信 现在 他变了 一下子 一下子他就变了 变得不同 以前我是很赞扬这个上师 后来 你就开始毁谤这个上师 这就是变了 我们讲的就变 因为你不管你是赞扬 或者是毁谤 这个上师能够真正 心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你赞扬 他也不会翻戏 你毁谤 他也不会难过 也不会说懊恼 心里非常正常 这一个是真正的上师 因为众生就是众生啊 众生是会变的 只有修行正道的人 他在心才是正常 他才完全不会变的 这个就是你真正以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规一 一规一 你完全不会变 你的心永远是正常的 你永远跟着这个上师走的 你的修法 因为他引导你 能够证悟的 能够明白了 世间众生的一切的实现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上师 他能够善巧跟方便 引导众生 进入新的完全正常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 真正的金刚上师 如果他还是在那边起分别 还是在诽谤 或者还是一直在 在这个以前我们陈滩商 以前外交部长陈滩商讲的 这个 叫做 Po这个LOP Po这个LOP 那个不好意思讲 就是PoLOP 还是有PoLOP的 还是有诽谤的 这个都是在 分别之中 分别 众生都在分别之中 只有修行真正道 你已经修行到家了 你真正明心见性 你看到欢喜的 你便不是欢喜 你看到毁谤的 也不是毁谤 你看到快乐的 也不是快乐 你看到痛苦的 也不是痛苦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正常的状态 没有起分别的 佛陀是教导大家 你能够把心 完全正常 其实 连心都没有 真正告诉你 你能够完全 连心都没有的话 你才是完全正常 这个喜金刚的成就 五大金刚法跟八大明王 虽然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你从此你会明白 你得到了 你得到了 就是得到了一种新的正常 你得到新的正常 也得到了 所有一切都是正常 一就是多 很重要的 喜金刚的成就 其他金刚法成就 就不会困难 潜在于外密 内密 秘密 潜在于气 脉 明点 这是不可以犹豫的 你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会得到的 你会得到呢 大乐 很大的快乐 但是你不执着大乐 你就进入光明 很大的光明 你进入光明以后 你不执着这个光明 你就会进入到空性 很大空的世界 进入大空的世界 你不执着于空 你就永远 心注意正常 你就是佛 连佛都不注意佛 那时候连佛的名号 都没有 金刚经里面讲到 我已经得到菩萨了 果位了 那你就不是菩萨 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 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 你就不是阿罗汉 我已经证得了佛了 我已经是杰者了 你居然证得了佛 你就不是佛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你还有心 你的心认为你是阿罗汉 你是菩萨 你是佛 当你证得了佛的时候 你连佛的名号也不要用了 也不用了 那个才是真正的证得 因为没有佛 佛是因为你证得没有佛 这个果位才叫做真的 还很实在的 我已经缠定三十分钟 你吹牛 牛不是吹的 火车头不是用推的 告诉大家真正的 你只要你的心没有了 那个时候的正德 才叫做佛 哪时候也不叫做佛 那个是真的 是真正的 只要有正德的 都不是真的 那第四点 洗金刚的要义 令你从一个人的烦恼 食 不因天魔之中 转身功德 最后达到自身成道 寄身成佛 在你成就者的眼中 没有所谓的烦恼 因为你没有念头 你一直在心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你的念头 没有 所以你不会有烦恼 你不会有生死的问题 生死也根本不是问题 你以为 你看到 那个人死了 你就很悲伤 流泪啊 死了 你不晓得 你每一天晚上都在死 因为你每一次一进入梦里面 你就不见了 你就不见了 你就乱七八糟了 一下子在飞啊 一下子从那个 我们101大楼跳下来啊 跳下来你还能够再飞啊 我能够飞耶 你突然间有这个念头出来了 跳下来 101你跳看看 跳下来就是死 你在梦中你不会死 你掉到海里你也不会死 你醒过来说 哦 刚刚是梦啊 没有关系 其实你已经小死一次 我们称为梦啊 佛教徒称为做梦 睡觉 就是小死一次 你完全没有梦 最好 那个状态你心是正常的 你有了梦还是不正常的 那是中阴状态 就是死亡的状态 死亡的状态呢 就是你梦的出现 你梦的出现 你死的时候 梦就开始出现了 那是死亡的状态 你能够修梦 在金刚法里面 你能够修梦 就是真正在梦中也能修行 你梦中还不能修行 你还是有妄想颠倒 所以 密教的药医还要修梦 你在梦中也能修 才是心的正常 你梦中不能修行 颠倒妄想 就是小死一番 我们每天都在死 所以师尊常常念 晚上要睡觉就在念 翁心减透 翘心减透 南无阿弥陀佛 记住这几个记 然后进入梦中 你也会念 翁心减透 翘心减透 南无阿弥陀佛 遇到什么事情 你也会念 念你的本尊座 遇到坏事 你也念 遇到好事 你也念 阿弥陀佛 你都能够在梦中念 你就修行成就了 我告诉你 我们晚上做梦 大家习以为常 不觉得什么 其实做白日梦的更多 做白日梦 做白日梦 的人更多 最近 台湾流行 穿这个短裙 露出腿出来 很多 你在街上走 夏天的时候 你在街上走 都可以看得到 看到那些辣妹 以前 联集上司 帮我们 我们开车的时候 他一面开 就讲 那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我那时候就讲 阿弥陀佛 他说 他是在 因为他以前 做过那个 卖这个 内衣裤的 卖衣服的 卖胸罩的 他 我做过吗 人极上司 他有啊 他有 他点头啊 他做过这个 所以他 轻轻一秒 就知道 尺寸多少 要穿多少的 要做 他跟我们讲 他是因为 他以前 卖过这个 内衣 胸罩 做过这样子的 批发的生意 所以他特别 研究 看到女生 他是在研究 差不多 尺寸多少 所以 这个是可以 原谅的 不然啊 你自己想一想 你男生 自己想一想 你哪一个 看到了 你脑海 没有做 白日梦的 脑海里面 有做 白日梦的 那是真正的 白日梦 你看到 就做 白日梦 还有很多 做白日梦 不只是 夜间 做梦 白天 也做梦 人啊 就是在 醉一生 梦死 洗金刚的 药液 是从你 一个人的 种种 烦恼之中 把它消除掉 烦恼 连 连死 也消失掉 连 物因 射 受 想 行事 全部 消除掉 包括 天魔 也不在 你的脑海之中 讲一个简单的 例子 你敢跟死人 睡觉吗 敢不敢 亲人也好 亲人 比较不怕 完全不认识的人 他死了 睡在你旁边 你躺在 这个 这个死人的 这个堆中 你敢吗 修行人 要做到 一点恐惧都没有 才是正常的心 因为死 已经在你的念头里面没有了 它就是一个 地水 佛风 的身体而已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睡在死人堆中 以前连华生大事修行 是坐在死人的堆中 因为 印度嘛 印度以前 他没有 什么 穷人 没有办法埋葬的 就推到坟场 推到坟场去 就一摆 连华生大事 他们这些 遗家事 就是在死人堆起来的 法座上 练习禅定 穿的是死人的 果身布 果身的布 拿的是死人的 法 死人的这个 脊椎骨 跟他的骨头 这个法杖 当成法杖 坐在死人堆起来的地方 吃的就是人家 祭拜剩下来的那些东西 这个才是修行 你先练一个 毫无恐惧 在魂中 弘幕当中睡觉 烦恼没有了 死也没有了 物因也没有了 天魔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的心 才是功德 最后达到自身成道 寄身成佛 有一天呢 这个有一个人 问上幼稚园的儿子 你们班上 是不是你最帅 儿子讲 不是 我是前班第二帅 这个父亲就问了 那最帅的是谁呢 儿子拍下桌子 以惊人的语气 讲来一句话 我认了第二帅 还有谁敢认第一帅 他还是最帅的 你看小孩子 这是一个幼稚园的学生 男孩子 他已经有分别心了 帅 跟丑 高 跟矮 我们不能有分别的 不能有分别的 所以师尊挑选的这个上师 个子是矮的 我要叫谁起立 给大家看 慧经上师走到前面来 你走到前面去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好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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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哪一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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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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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与出来一下 连与应该比较高吧 人意比你高啊 大家认识一下 人意上师 人意上师 你看吧 男的不用了 女的就可以了 联局也很高啊 中委会的联结上师 他也是联结 西雅图的联结 师尊眼中没有高矮 没有 你看吧 对不对 如果要挑那个上师 是高高帅帅的 这个我不挑 要这个 也不能残怯不浅 总之 不是啦 高高帅帅的 也一样 矮矮丑丑的 也一样 只要他是有 他本身是有 这个懂得修法的仪轨 基本上 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实在的人 他有过 这个出家五年 另外 他非常有恭敬心 他有实修 这个条件 就很简单 就是这样 他有实修 又有恭敬心 那么他也懂得 所有的仪轨 他修行也有一点成就 很有表现 不管他的高 爱 帅 愁 美 或怎么样子 不管 他们都是未来的忌人 所以真正修行的人 是没有分别心的 没有分别心 不要有分别心 你有分别 你就会产生 赞扬跟毁谤 你对于好的 你就会赞扬 对于不好的 你就会毁谤 你已经有分别了 这是一种 由种种过患之中 转化成道的大教授 已经讲出来 它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过患 当然是不好的 但是过患 也可以有成就 我们本来都是精神病患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精神病患 通通通通都没有了 变成正常的心 这个时候才是成道 才叫做成道 把所有的过患都没有了 才真是真正的成道 有一个小弟弟上幼稚园 有人兜他 你妈妈好吗 他答不好 坏得很 这个人很惊奇地问 为什么 他很生气地回答 我在幼稚园 刚交了个女朋友 我妈妈就给我剃了一个光头 害得我女朋友不认识我 这只是一个 一个小的笑话 但是呢 你看幼稚园的小孩子 就已经有分别 你妈妈好吗 是好或者不好 好或者不好 就是分别 那么为什么呢 我刚刚交了一个女朋友 这就有分别了 女朋友跟不是女朋友 就是分别 有头发跟光头 就是分别 这个很小 我们就是学习分别 最后学佛 是要没有分别 因为没有分别 才是平等 这是从一种种的过患之中 转化成道的大教授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从有分别 变成没有分别 这个小刘的父亲 因为生病 他住院 在病房里面打这个点滴 这个点滴的药液快要滴完了 还不见父侧来 这个同房间的 旁边的病人 很热心的讲 我帮你喊父侧 小刘听后 感觉 这个同床这个人 就很热心的说要喊父侧 就讲着 就站在这个门口就喊 父侧快来 山床快完了 这个小刘听后 觉得说 这个是感觉到非常别扭 就对门口就讲 你喊得不对 是要完了 那位热心的病人 马上就改口 父侧 山床要完了 山床要完了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笑话 不过是一个音 是一个声音不对 完了 要完了 其实都是完了 应该加个点滴 那现在世事人所讲的 就是分别 就是分别 点滴要完了 点滴要完了 跟要完了 这是分别 这两个就是分别 你真正的金刚上师 修行成就了 就是要完了 跟点滴要完了 都不要紧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完了 你不用叫他改 那个才是真正的上师 你要人家改 那就不是 有人以前叫我 叫卢圣燕 燕 我这个燕 有的叫卢圣燕 卢圣燕 台湾话 叫做卢 卢圣燃 这个卢字 卢就变成四维卢 卢就变成四维卢 卢就是 有一个房子的宝 有一个盖的卢 那个燕 跟盐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从来不会校正 你叫我卢圣燕 我也是汉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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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就没有分别 因为我不喜欢 人家叫错了 我知道你叫我就是 那只是一个符号 那只是一个符号 应该要这样子 这个教你卢佛 也跟这个差不多 有一个人独自在森林里面冒险 突然发觉自己被食人族种种 重重包围 于是对天空大喊 我死定了上帝救救我 天空传来一个声音 还不一定 你捡起地上的一颗大石头 把带头的那个酋长给他 天洗 那个天怎么念 扎死 把他带头 那个酋长给他扎死 于是呢 这个人就拿起地上最大的一块石头 狠狠地扎向酋长 刚刚好把这个酋长扎死 这时候天上又传来一个声音 现在你才是真正死定 我们是邪佛的人 不要笑 我在教大家 你不要邪佛 你还是一个世俗人 还是一个世俗人 你可以过这个很完美的一生 完美的一生 今天你来邪佛 你们以为说 你邪佛一定可以 将来可以到佛国净土 可以成佛 邪佛是为了到佛国净土 可以解脱 可以的人 其实跟这个笑话是一样 还不一定 你邪佛还不一定 你邪佛还不一定可以成佛 还不一定可以到达净土 有时候有的人邪佛 他是真正的死定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哦 你跟错了师父 没有正常心的师父 他没有明心见性 你跟随他 你以为是邪佛 其实是真正死定 所以大家要观察清楚 谁是真正的 谁是真正的金刚上师 哪一个人是真正的金刚上师 你先要观察清楚啊 你不能随便的盲目的信仰 他说邪佛你就是邪佛 为什么 因为啊 你跟错了人 他没有明心见性 你就真正死定了 如果你的师父 还有分别心 他就是没有明心见性 如果你的师父 还是在毁谤人 毁谤别人 他就是没有明心见性 你只要一毁谤人 就证明你有分别心 没有平等心 佛的菩萨解脱界当中有一条 很重要的 菩萨解脱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戒例 不可以舍一个有情的众生 不可以舍一个有情的众生 所以真正的金刚上师 真正明心见性的金刚上师 他不会诽谤人的 如果有毁谤人的金刚上师 还没有开悟 还没有明心见性 感谢您的美国 明镜与点点栏目